修家庭的大叔 这边 修电厕 大叔 我想叫你帮我修一下 我家那两个灯泡 灯泡坏啊 对啊 黑妈妈的 昨天晚上我都摸黑了 晚上 没有一点灯光 是摸黑 还容易撞到丑 对啊 容易磕到脚 行了 前面带路 我专业修灯泡三十多年了 哈哈 来来来 大叔 哎 妹女 你一个人在家 对啊 一个人在家 不然的话 我都叫别人修了 也是 一个女孩子 面对于这种粗重火 特别是那种电器的 特别危险 是啊 那个线好乱啊 我都不敢动 是啊 太复杂了 那妹女啊 跟你先讲明白啊 咱们干这行的 不管你是在做一个小时 还是半天 都按一天来收到这个人工费 那个 那人工费收多少 看你那么漂亮 那么好说话 收给你一百八吧 一百八 哎呀 那修就修吧 再不修的话 我今天晚上啊 我都怕呢 磕到那个脚都不止一百八啊 嘿嘿 先看一下什么情况 如果是单单灯泡坏的 把你换一个也不值多少钱 要是拉些电线的话 咱们就一百八 好不好 好好 行行行 那进来吧 哎呀 行 走吧 妹女 一个人在家 对呀 一个人在家 没有人在家 哦 那我进去方便吗 方便的 那修跟灯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还行吧 大门敞开的 哈哈哈哈 那个大叔啊 没想到你这个技术啊 这么 杠杠的 哎呀 你这两个灯泡啊 都吹到地下来了 后面那个电线 太乱 我怎么解 都解不掉 臭痛复杂了 哎呀 搞了我整整 腰都痛了 哎呀 那不是复杂吗 不复杂的话 我都不叫你专业的来修了 而且那你怎么买那么大的灯泡 怎么抓都抓不过来 怎么扭都扭不好 大的灯泡 那个瓦数大 亮一点 但是它用电也贵呀 你下次买一些瓦数 虽然说高点 但是呢 体积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 哎呀 抓到手里面 这个烫到手 又不方便 又吹到地下 哎呀 要是 碰到人更不好了 哎呀 那我就喜欢大的嘛 大的 它那个链啊 不燃的话 里面我家房子里面黑漆漆的 我又怕有老鼠 我又怕有那个蟑螂的 啊 还有那个电线 千万不要再乱搞了啊 搞的 绑的乱七八糟的 臭臭腐 那行的 我下次 我就随便绑一下就行 行吗 线路已经把你疏通 灯泡已经把你重新按了一个滑速 小一点的了 这个钱吧 咱们 哎 这个换灯泡钱我就不算你的了 就总共 按刚才讲的 一百八吧 一百八啊 啊 你刚刚不是说换灯泡不用这么多钱了吗 然后 要是线太乱了才 才那个收一百八 换灯泡 刚才都说了 不收你钱 刚才重新帮你疏通这个电线 花了那么多时间 你那些 绑的乱七八糟 凑灯泡 刚才都说了 这收回你一百八块钱 不算你灯泡钱 没你 要是我把你修好之后 再跟你讲这个价格 你就说我原品有问题 但是我进去之前呢 已经跟你讲明白了 咱们按一天算 一百八块钱没得少 你怎么又反悔了 我以为你帮我修一天 我才给你一百八 你就在才修八个小时 没你刚才都说了 不管我是修一分钟也好 一天也好 只要我把你的线路 还有你的东西给搞好 这钱少不了 你也答应了 你怎么就反悔了 不行少一点 你先修了半个小时 就要我一百八 哎呀没你 没想到你人这么漂亮 怎么这么不丑成心呢 你没修之前呢 你说少点 那行咱们还可以 你来我玩聊一下 但是修好之后呢 就要用谈价格卡价 哎呀那都修都修好了 那不谈价格怎么行 那不修好的时候 我谈价格 我怕你不帮我修啊 我再严重问你 你到底给还是不给 少一点 没你这是我的辛苦钱 你看 他也那么大 我跑了一天 我只修 有一百八块钱 养家骨口的 那么危险 电路大姐 这是半个小时三十块 少还是不少 不欠三十块 行吧 你的灯包不要了 哎哎 等一下 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哎呀这个大叔啊 你怎么把我那个电线都拆了 拆了不管 怎么样啊 你一个人品就有问题 现在不让拆了 还比刚才还要弱 你就找那些高级维修师傅把你修啊 我看他永远修不好 哎那个 你人品有问题 你帮我修我一百八给你 一百吗 现在一千八我也不帮你修啊 哎那个 你人品有问题啊 大叔哎一千八也可以啊 等一下我